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还有十一月呢,还有一张,就是昭灵,在昭灵,然后征冠22年,公元648年,一心见识生日早晚,然后呢就是一心这个,追尸浩天,追同福宴,所以说命令有诗啊,在长安市,圆子见识,为其生母呢,祈福,那经过有诗的这个判谈, 就选择在属于在俄罗斯的意义上的建设,因为这个地方呢,是北望大明根的汉原殿,然后东南是长安城峰里最秀美的群家市,所以说这个地方呢,建设完全够了这个,稍微快点,稍微太慢了,稍微快点,稍微太慢了,稍微快点,稍微太慢了, 大持人士山上法师传的集团,庞代家大持人士,这个同楼和列,原格送付传十一院,有房屋一千八百九十七届,那么当然是随着我们讲,这个随着朝代的更替,持人士是不断的,这个,毁坏,不断的修复,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大持人士的这个现状和规模呢,是在公元九百三十年到九百三十三年,由当时的这个西津流出,当时的这个西津流出,在庞代大持人士西派遇的部分,都记得很清楚,那么, 这样一个请反正冲之后,这个西津流出,为脚,太地方。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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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壮壮的 强壮的人 我跟大家负买 那就可以放开吃东西了 这件是终极军力 我们判断它从这个冒冠 它带着这张板状的冠 表明它是一个终极的指挥官 另外这个你看很年轻 很多人说它看起来应该是参谋 这个协助这个高级指挥官 做出决定的这样一个角色 这个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是带着我的肚子 您刚仔细观察你看将军是这样不腐的 这个人看起来很年轻 还是不腐的 其他的很瘦的也还是不腐的 那有人说可能是喝酒吃肉的 这个秦汉他这个当时审美的 就要躺在一旁的 秦汉的时候这个对于男人的要求 你躺厚 躺厚就是略微 那样有一些男性 特别成年男性 要有一些有些动物 这才能显得就是美男子 所以不同时期对美的要求不一样 你看我们这些照相说 把我披上一遍 那时候都要 醋造起来都是壮壮的 搞把他强壮的人 我们开始鼓励大家复活 那就可以放开吃东西了 这个站着是拉弓射箭的一个姿势 他的脚呢 你看是这个 八字不成钉字不救 这样弓起来 比较有力量的这样一个姿态 然后这个脸部呢 特别生动 这个嘴唇是 甭嘴摒弃 感觉是非常容易 能专注的一个瞬间 这个 那年呢 我给这个 就是90年代有一个综艺节目 叫正大综艺 您可能也看过是吧 那个主持人家李秀元 台湾的一个小丫头 她来了以后她说 哇这个长得好像脸爷爷 这个脸窄窄的 我觉得 哦好像是有一点点 所以这些陶勇啊 每一件都塑造的非常生动 而且你看这个嘴唇很有力量 带着表情的 在这个我们和搞美术搞雕塑的 这个仪器研究过 他们认为呢 就是这样的 这样的塑造呢 一定是有真实的模特 嗯 因为他我们所谓 几千情友啊 是要千人千面 每一张脸的都有这个不同的 那你说就是说 只要是中国人 每个人呢 都都在这个情友军阵里面 找到和你最接近的人 所以我们自己 我们也开发了一个小程序 叫小小 你看 如果您把你的大背账 这个做到一个小程序里面 这个小程序会自动配队 到友军里面 一件你和您典型最像的 对 对 配队最高的已经86点 相似乎相当之高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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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